而去年有84%的本地大学生成功在毕业半年内找到了全职工作 高过于疫情前的81.7% 除了就业率提高 刚毕业大学生的月薪中位数也比疫情前高出了200元 达到3800元 最新公布的年度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 去年毕业大学生的全职就业率超过八成 如果把兼职和自由职业者也计算在内 去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94.4% 其中有8.7%的毕业生选择当兼职或是临时工 低于前年的22.3% 共有一万一千两百名来自国大、南大和新加坡管理大学 以及新岳社科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参与了这项调查 这些找到全职工作的毕业生月薪中位数为3800元 比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多出了200元 也比2020年多出了100元 其中资讯与数码科技的毕业生月薪中位数最高达到5000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